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又兴起了一个网红美食 五骨凤爪 其实这东西活小我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 因为像我们平常吃的凤爪都是有骨头的 它是要啃的 但是你五骨凤爪它是整个就直接一口吃 可能那看起来吃的会比较爽 吃的也会比较方便 比较像我们平常吃鱼一样 其实我相信有绝大部分人他是不讨厌吃鱼 但是就是因为鱼有骨头 吃一口你还要用嘴捉一捉 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小细骨 要抢到喉咙 所以就有人发明了什么五骨酸菜鱼 所以又有了让那些想吃鱼的人有吃鱼的欲望 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它突然活起来 它肯定是能带来一种便利 就好像我们科技不断在进步 从以前的诺基亚到现在的智能手机 从以前的没有触屏到现在的触屏 科技的越来越进步都是给人带来越来越好的便利 所以我说那么多只是今天我想做一道 五骨凤爪 提前进化好了一盆鸡爪 我们先把这个鸡爪的指甲给它剪掉 现在这些鸡爪的指甲都已经剪干净了 像我们给这鸡爪开下刀 从这中间这里划三条线划上一刀 这样子我们等等给它煮熟的时候会更加方便脱骨 啊天呐 我这鸡爪划得要死一点都不好去骨 隔半天才隔好一个 真的怪不得网上那些五骨鸡爪卖那么贵 算的都是收工钱我觉得 哎呀 真的大家还是不要去做什么五骨凤爪 哇我调这四个调了我二十分钟 表示这鸡爪怎么会这么滑 它脚上像涂了润滑油一样 哎呀 哦亲爱的妈妈 哦亲爱的哥哥 有人吗 有人能帮我剪下凤爪吗 哦亲爱的妈妈 我根本就没有人理我 干呀 哈哈哈哈 我终于是 我终于是醉完果了 我跟你们开玩笑 去这锅我去两个小时 现在我们先把这鸡爪来冲洗一下 清洗好后鸡爪冷水下锅 放姜片放料酒再加点白醋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二十分钟 好现在这个鸡爪已经焯好水了 现在把这鸡爪泡在冰水里 让它冷却收紧它那个肉质 给它泡个三十分钟 现在这鸡爪已经泡了三十分钟了 开始正式脱骨 煮好以后这鸡爪脱骨应该不会太难 我脑子绝对有冰 我的天哪 怎么会这么难剥 是我准备的鸡爪太多了吗 看一下我现在剥的也不少了呀 我觉得人呐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要学会变同 这条路走不通 它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 所以呢 我放弃 反正我这里现在已经剥了这么多了 应该也是可以吃过瘾了 而且我们这些鸡爪也已经划了几刀 盛起来应该也不麻烦 好 现在我们先来炒泡鸡爪的底料 黑锅 热锅烧油 我们来做一个麻辣的料汁 油热后放大蒜 大蒜煸香后一勺豆瓣酱 豆瓣酱炒香一块火锅底料 底料除味加开水 现在我们可以来调一下味了 一勺白糖 一勺辣椒粉 萝油稍微来一点 辣椒粉来一点 酱油来一点 现在给它搅拌一下 我们就可以给它泡进凤爪里面了 这一盆来一点 五谷的也来一点 这一盆是五谷凤爪 这一盆是油谷凤爪 那么我这期视频的主题就可以改为 五谷凤爪 VS油谷凤爪 这两个到底哪更好吃 好 现在这两盆我们还不能马上吃 因为我们是刚泡的 我们要给它稍微在这里放凉 然后等到这个汤汁冷却以后 我们就把它放冰箱冷藏一晚上 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吃到这两种口味的凤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忘记加香油了 我们再来一点香油 香油主要是封口 可以让香味封锁到这个顶面 好 现在这鸡爪已经是冷藏一个晚上了 看一下要怎么样 咦 总是冻住了 这怎么搞得像猪皮冻一样 它这个凝固上 我们先尝一下吧 如果这样子不好吃 我们再给它加热一下 让它融化一下 挺奇怪的 我们来夹热一下吧 像这两盆我已经重新加热了一下 让我们再来尝一下这个五谷凤爪 还没什么样的 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 但是因为我刚才去加热一下 我感觉它皮不够脆就比较软质 但是味道非常OK 我应该不用去弄糖 我直接把这凤爪放下去炒香 炒香后直接放冰糖冻 直接让它皮变脆 或者直接像我刚刚那样就吃皮冻那样的 也还可以 但是我刚才觉得太冰了 不过五谷凤爪吃的超爽 没枉费我剥这么久 超爽 五谷凤爪真的好吃 戴个手套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油谷的 这油谷的凤爪我感觉已经很软爪 基本上你嘴巴抿一下这个肉就剥下来了 可能也是跟我生的时候 我有切它一下 有改一下刀的原因 我感觉这油谷的好像更加入味一点 会比这个美谷的稍微好一点 前后这个油谷也不错啦 油谷吃起来的味道其实真不比这五谷差 如果要从全方面算的话 五谷的它肯定吃的很爽 但是你要付出的工程就太大了 但是你这种油谷头的 你就基本上不用出太多的力 虽然吃起来没有五谷的那么爽 但也很不错啦 我觉得可以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鸡爪真的挺好吃的 总结一下 今天制作这个油谷鸡爪和五谷鸡爪 从来说我觉得真的是相差不算太大 五谷鸡爪的话吃的比较方便 但是太过于麻烦 就是它的麻烦程度我觉得不值得 所以你挑鸡爪两小时 你吃也就五分钟 我觉得没太大必要 油谷鸡爪的话 你就直接就天干电视边啃嘛 就比较休闲的一种食品 五谷的话就有点像是 像吃米饭那种感觉了 就是吃很快 就不太像那种休闲食品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油谷鸡爪 会更加方便 制作起来的那些工艺都比较简单 OK 你们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 跟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你的影片过来的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